我有较强的美术功底 所以我选择了自主创业 开了一个美术班 就开始走上了培训师这个行业 我的想法是 在培训师这个行业成为佼佼者 郑圈伟 二十五岁 河北人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 本哥 各位老板 老师 老友 大家好 我叫邓伦伟 二十五岁 来自河北成德 毕业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 零八年来到北京 先后当了保安 然后呢 摆了地摊 后来又做了教师 讲师 插画师 然后呢 又当了漫画家 还有作家 还有专栏 然后呢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培训师 或者广告创业类的工作 谢谢 你好 欢迎哪都不爱哪的邓春伟 怎么现在还成漫画家了 特意为您成的 什么意思 给您画了个漫画 像吗 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没颜色 但是呢 我让它上颜色非常快 直接冲出来就有颜色了 貌似变魔术 其实就是打了一下 好玩吧 好 行了 知道了 绘画漫画 是吧 对 因为咱学美术的嘛 对不对 对 咱聊点工作上的事吧 行 好不好 08年到了北京 先做保安 对 为什么 没钱 然后来北京的话 当保安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管吃管住 你是08年毕业吗 对 08年6月份毕业 08年基本就是过半年就来北京了 就来到北京 对 先找的是保安的工作 因为管吃管住 对 做了多久 做了大概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 后来又去干嘛了 后来就是有机会 然后找到了招聘会 然后就兴奋地报了一大桶话 然后去了招聘会 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 和毕业证都没到手 所以说在那的时候 你就只能凭着你这些作品 去征服对面的招生的人 你现在有教师资格证吗 有 有了 有了 河北省的教师资格证 对 那拿着这个教师资格证 回河北找一个学校的工作不行吗 哪怕是私立的学校什么的 我是一个不太希望 能够束缚自己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工作不能让我的思维 完全绽放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放弃 我认为邓春伟可能在 邓春伟可能在内心世界里 你不愿意当老师 也不是 我现在还一直在做老师 而且我非常喜欢 现在在做什么老师呢 我自己开的培训班 你自己在哪开培训班 丰台一个 梁湘一个 你自己开的培训班 对 有多少人啊 大概200多人吧 你雇了几个人 雇了四个 一共雇了四个人 对 两个地方加起来200多人 对 教画画呗 对 是吧 对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找工作 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因为那个工作 优胜教育肯定知道 教育的主要是在周末 主要培训还是在周末的课程 你今天来找的是周一到周五的课程 对 我周一到周五一直在闲着 那可是周一到周五你要做招联 对 你们问问题吧 确实是周六周日是教育行业最忙的时候 但是周一到周五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你要准备讲课 教案 教材 这个就是我比较省事的地方 我在一个私立学校做了一年 这一年中我攒了三千份教案 然后呢 我把我的三千份教案呢 有幸被人家签约了 然后出了一套幼儿的美术教材 所以说我们的教材很省事 就是我们上课的话 有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 就是说教学方法已经固定 然后课程也有了 而且我这三千个教案 足够使用很久了 做美术教师只做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出一本教材 我反正一息觉得 这哥们没那么简单 邵刚我有点稍微怀疑他的动机 他是一个很懂市场的人 你用了三千份教案 做了三本书 通过这些画册 很好的推动你的市场资源 所以我今天有所怀疑 你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只不过是你另一份的画册 被出版的画册 所以你需要告诉我 你参加非你莫属 有没有自己的目的 像你这样已经有了 一定事业基础的人 你不可能因为 因为企业招人你就去了 你应该是有目标的 所以你现在需要告诉我们一下 你的目标企业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我的目标企业是想做一个培训师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学习的 和在使用的是绘画心理学 绘画心理学中 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什么呢 就是减压的作用 就是通过绘画来给一个人来减压 其实相对的 无论是您的网络的企业 或者是实体的企业 员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谁来排解 需要一个懂心理的人 专门来排解 那你觉得哪个企业 会设这样一个职位呢 还是你认为所有的企业 都会设这个职位 我是认为所有的企业 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 不过我很想象 在一个企业 如果设了这么一个 什么绘画减压 就说明这个企业 已经压力大得不得了了 这整天得有人去找你去解压 就你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 那不是一个岗目 还不知道我这么说 你理解不理解 现在你思考的所有问题 都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一个企业工作 那么企业会站在它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如果你要去工作 你得进入到那种思考的路径当中 而不能是让他们进入到 你的思考路径当中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我要站在老板的角度 去考虑事情 你工作 一到五的工作 之所以咱们全世界都会这么设置 一到五工作 周六周日休息 是说一个人 他不可能长时间一直工作 他需要有两天来这个 来这个调整 调整 然后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如果没有周六周日 你怎么样实现 你重新创造 回到一个好的状态 我实话我在来北京 除了今年以外 前三年 每天都在上班 没有修过 法定假日也在上 除了过年 一个企业雇佣理 那你已经这么忙了 他希望你全身心的 投到这个状态 其实我有一个逻辑不明白 因为如果我是你 我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说我要找工作 而是我做出过 应对于企业的产品 挨个我找 辽进波 陈昊都售给你们 惠普你们公司 员工压力大吧 这不就结了吗 为什么要跑到 企业里面做呢 记住 记住春伟 我们这个平台 是提供全职工作 除非我们特别说明 我们有的时候 特别节目 会给大家提供 实习的岗位 除此之外 我们提供的是 全职的职位 不找兼职 不接活 不说合作 这是找工作的平台 十二位 春伟的第一印象 来做出一个基础判断 是去是留 选择 九位离开 三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谈 听您杜老师的建议 其实春伟 我看以你这个年龄 和你上面 一上来就讲说 一直没有找到一份事情 让你充分释放 从这点上来说 我相信你的经历 也许你真的 现在的年龄 一天工作 七天没问题 可能比很多人 像比我这样的 一到五的时候 精神还好 但是确实 刚才少刚老师提醒你了 就是你今天的 好多想法呢 可能离现在的企业 还是远了一点 今天这个世界上 是有企业 就请一个诗人 每天在公司 给大家朗诵诗 这样的企业是有的 我相信请一个画家 带着大家做减压 这样的企业也会出现 但是可能 现在还早了一点 是的 所以你需要找到 一种合适的方法 把你想实现的东西 用个合适的途径 把它推出去 是的 可能更现实一点 好 谢谢杜老师 普遍性嘛 对 一说到工作职位 要有普遍性的东西 好吧 好 明白 来 三家留下来 春意 我也问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今天 我招你的话呢 我要对我们董事负责 我们董事也有规定 就是真正的 要招到员工的话 是周日和 和这个 这个周末呀 肯定是不能够 自己的这个 私活所谓的 那假如说 我招聘了你 你能放弃你现在的吗 不能 你能作为 就不讲课 但是你作为股东 但是你不需要讲课 可以 可以 对 你可以不去讲课 对 六日 我可以不去讲课 但是这个课程 我必须跟进 我要跟我的老师讲课 能达到我的标准 他必须要去跟进 所以他可以不讲课 但是他得出现 他得存在 他得监督 而且我真的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实际上 在周六日上班 有这种情况 特殊企业 教育类的 你再定立第二份 劳动合同 就算兼职合同 合同不能同时 定立两份 没不好意思吧 什么叫兼职合同 我一到五有工作 周六日上班 就叫兼职 我周六日 有一个重点的工作 我要做 其他工作 我叫兼职 这是一个前提 所以我在看完你的简历以后 我只有一种感觉 孩子你很聪明 你既然来舞台上 描着绘画也好 出示自己的各种 教学的证据 跟你添的两个职位 一点关系没有 今天你就是来做市场营销的 对此已经达到了 够了 咱们对自己负点责任 咱今天是不是来找工作 是 就是你今天来找工作 你到底想要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成为 在未来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这个工作 和你那培训机构 到底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来宣传一下你的培训机构 也不是 用的词是 也不是 不完全是是吧 不完全是 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我能进入一个机构 能够把我的这种思维 因为我的思维是比较灵活的 我希望完全绽放 实话 我一直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不太适合做领导 我当时做领导 单纯的真的是为了赚钱 就快速的把自己释放 然后现在呢 我的压力全没了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让我能够 怎么说呢 把我的思维完全释放 像刚才我还有一点就是说 老板可能认为我的选择可能不够正确 或者是选择过于缥缈 但是这是我心里的真正想法 现在三盏灯留下来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去或者留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春伟的手里 三位选 来 谈前不上感情 其实你一上台来讲 你说你对美术教学的那个经验 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但是很乱 最后你并没有亲口告诉我 你想干什么 所以我就冒昧地替你做个决定 去我们房山分校的市场部 做一个专员 因为你刚才讲了 你擅长广告策划 所以我给你这么一个专员的岗位 底薪是 市场专员 市场专员2500 周一到周五工作 如果偶尔周六日需要加班的话 我给你协调调修 主要公办为 房山地区招生 招生是吧 明白 尹峰有话要说 尹峰 没有 陈浩同学 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平台 我觉得每一个企业 像您也是大企业了 其实需要一些组织原则 我说在一个团队里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自留地 每个人都可以凌驾于团队之上 哪有什么团队可言 哪有什么集体利益可言 我觉得态度不端正 就没有团队 首先你听清楚 我给的价格只有2500 这不是价格 而他已经有了一个学校成功的招生经验 你知不知道在北京的郊区 这种区域的教育机构 招人才是很难的 因为都想上成八区 其实你这个举动 我完全支持你 但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你这叫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 你应该知道留这个职位的后果 就是让别人灭的 你听我讲 我有个潜在的需求 比如说他可以把他的那个 美术班办到我们那机构里 我给他提供免费场地 而转化这些声援 我有这些想法 但这能算工作吗 不能算 你这个想法 只能算潜在的合作 所以我必须给他一个正式的工作 才有可能给我换了一个合作的机会 陈浩 你完全可以在 不陈浩 我要是你的员工的话 陈浩 你完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 在下面跟他谈这个 如果 我要是你的团队的员工的话 好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多特殊情况 留给陈浩自己的选择吧 留给陈浩自己的选择 陈浩 有他自己的判断 这是我们现在 结合着邓春伟的实际情况 最后给出来的一份工作 作为一个兄长 就跟你说一句话 想干成一件事 任何事 首先要专心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优胜教育提供的这份职位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春伟 有冲动 有干劲 绝对有使不完的劲 但是把那些使不完的劲 专心地用在一件事上 比如把咱们的教育机构扩大 把证考完了之后 作为咱们教育机构里面的一项服务项目 和他们谈啊 挣他们的钱啊 春伟 你就是你考完那个证 然后呢 你把这个做成一个课程 我们都愿意成为你的客户 还有一件事 专心致志地干你的事 我想说一句话可以吗 说 其实我很想 优胜教育这里 但是呢 大家都在质疑优胜教育 那我选择放弃 我不希望他被质疑 还有一点 如果说论到难受的话 我宁可让所有人来指责我 我难受 我不希望最后赏识我的人难受 没有 我没有 理解错了 我没有质疑 行了 你俩最仗义了 好吧 你俩仗义到一块去了 别在这会儿还专心致志地想仗义那件事呢 专心干一件事 但我想先做好人 做好人要懂得真正好 对 成为好要感 这次吧 反正也是给我一个人生的历练 这个学习机会 让我第一时间的接触到了 很多全国很强的一些企业 他们给我的建议 就也许会是成为我一个好的方向